亲爱的朋友们 不要我这个合影器都行 我长得很大了 是吗 我这个 你过来 贵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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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贵姓华人吗 我一会儿出来了 很好 我的演讲成功了 你攒了一大半 是吧 非常高兴到这个土耳其 因为 土耳其和中国都是两个文明古国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到了土耳其 那么为什么很小就知道现在才到的 那么为什么 那么就到了土耳其的一次坦布尔大学来演讲呢 你说是什么原因 你问他们什么原因 我们中国人呢 中国人就是 古代中国人一直觉得 这是一个叫缘分 缘分 这是2000年前的 对 这是 这是到汉朝时候 大概就两千年了 这到了一千六百年前就寻找了 这是叫它的草述写法 这个字有很多种的写法 下面我还要慢慢暂时 我之所以先展示这个 我给你们大家有缘分 没有缘分的他们就来了 因为中国和土耳其 我认为我们应该是朋友兄弟 朋友兄弟就要通过文化来进行交流 比如文化它是我们的心连在一起 文化包括文学 所以今天刚刚是文学家的文学 有音乐 更主要的比方我从来讲是书法 我要更多的讲到书法 中国的书法局有音乐里面的旋语 非常明显 所以我先呢 我是一个音乐还是一个音乐 我先来演奏了一个音乐 我先来演奏了一个音乐 大家请 我们中国叫书法局 这是德国人发明的 我非常高兴我在德国去演奏过书法局 我非常高兴我在德国去演奏过书法局 你看我演奏了一个音乐 刚刚学会的土耳其有一首歌曲 叫《尼尔嘎吉》 尼尔嘎吉 尼尔嘎吉 他的学员是这样的 作词iteit 你也要语尼尔嘎吉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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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不过 因为土耳其的朋友太热情 可能我唱得不好 他们要给我鼓掌 我再让土耳其朋友听一首中国的歌曲 《康定寝歌》是我的故乡四川的歌曲 还有一曲《同工之妙》跟土耳其歌唱 《康定寝歌》 听过这个歌曲没有 没听过吧 不管是《尔嘎之》还是康定寝歌 他们都反映了土耳其和中国人民那种健康的美好的 向上的生活的人 他们都回来了 经过我们这一次见面 通过几个英语 马上就让我们的习义走到了一起来 我因为尔嘎之我爱上了土耳其 我希望土耳其的朋友们 因为康定寝歌连爱上中国 因为在下面我的书法讲座里面 很多要用音乐来伴奏的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给院长和朋友们介绍一下 中国书法五千年的历史 我们通过土耳其的书法家 是吗 然后共本书法开始了五千年来 这是四千五百年彩陶上 从西安就是石丑赤路的起点 天花符号 到了三千五百年的时候 三千五百年 就是在盔甲上面 我不知道这里有了个叫 乌龟的种种文字 乌龟的种文字 他刻在上面 他刻在上面 可以在这个 龟架上的这个文字 他已经是 你叫系统的汉字了 然后时代向前霸诞 到了两千五百年的时候 就是你看 中国的汉字 就刻在中顶上面 这是2200年前 中国有一个叫秦始皇的 秦始皇同意中国把汉字进入这种字体 我本来还有一个打算 我想今天我要在这儿教他起码十个我们土耳其年轻朋友来学会写我们中国字 不知道他们有兴趣没有 让你们把中国字写出来 中国书法家 所以到了汉少时候了 汉少就是公元给现在2000年前 他就变成了叫《尼书》 《尼书》 《尼书》 然后到了1600年前 《1060年》 我老朋友们你可以知道 这一副作品是中国书法里面的这个杰作 《尼书》的原始界已经没有了 这是后人模仿的作品 这是后人模仿的作品 如果你们要得到这个原始界的话 他起码模价 我的定价的话是十亿美金 我希望在这里你们有幸运能得到这个原作 《尼书》的原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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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书法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 一代一代中国人的学义里面去 《尼书》的原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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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向前的 documents 《尼书》的原始界 《尼书》全比 older 毕童人的�章 opening 在我们 Claro 大家看到 《尼书》全比 《尼书》全比 《雪山河》全比 《尼书》全比 华泉 天科 川普先生的我的意思是 一般的交流可以 我希望再做的朋友家里面都可以 我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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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我应该ers呗 然后到了 33章 你看 这是皇帝,这是皇帝的保护 中国人是 皇帝啊 皇帝是他的 Grundtv 上面都有许凡法 哇,你看,这个商店,每家每户的这些 希望你们喜欢,我连的时候讲你们 钞票的是钱币,然后又是补衫打穿的 这是中国的泰山 你看,人只有这么大,只有这么大 多个地方,你看,山上,都有那样的东西 打山上,不需要鱼壮 中国人还喜欢,所以渗入到中国一个地方去了 但是,朋友们,这个字是怎么写出来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 自由民主义,这种好 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 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 很高 这个人,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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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这个人 或吃责 然后,世界发展 到了 America 一八零二年 有个美国人 乌特曼发明了干部 干部传到了中国 还有欧洲被发挥的 带挥的 国中笔都传到了中国 后来中国人也开始制造国中笔 有了比较有人 研究他 这时候有一个地址勘探队员 研究人 谁呀 诗诗面前 他在山高里研究书写 然后写了一本书想把他推向市场 可是当时这些出版商都觉得他太年轻了 我们中国人有一种观念 他不相信年轻人能做出事情 没有了这本书他用了十五年的书 然后这时候出版商发现他的书很畅销 都来找他写书来 对 热日起餐 今天来的还有两位很优秀的出版家 这位出版家 他出版了我两倍 了不起吧 他是一个老总 他帮我请来给他 对你 所以后来中国人大陆上就开始一看 到了多多个国家 大概就赢了 因数大概打了有三到五亿尺 三到五亿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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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中国这个到手里请这个弟子看探队员去讲演 到手里请他去 到手里请他去 到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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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清楚了吗 这是人哪 是一万人哪 到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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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让世界上所有的朋友 都来隐约书法的美 书法的快乐 书法的幸福 这是美国的哈斯大学 美国的哈斯大学 这是佛里斯坦大学 这是佛里斯坦大学 然后就到了 这是联合国的总部 联合国 教了联合国的官员 后来就 为此就出版了一本联合国的书 出版课本 这个课本 就是这位老总他出版的 我们今天带来了 把他送给在座的朋友们 是吧 是联合国 他要把他送给大家 是联合国的口门 是联合国的口门 看这个 联合国 联合国开班的情况 没有想到 从联合国 就来到了 我们的土耳其 这个伊斯坦布尔 叫做永恒之都 是不是 永恒之都 都是伊斯坦布尔 到了伊斯坦布尔 著名的学府 伊斯坦布尔大学 在我们这位院长的热情的支持下 我到了伊斯坦布尔大学 我要把我的图书送给院长 还有 对 然后 可能是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 我是希望你们要感想到书法读户 你们就成为书法的爱好者 来学习中国书法 让你们把书法写得可漂亮了 当一个书法家到中国去展览去 愿不愿意 那么我就想来简单介绍一下 怎么写的词 这是哪里种方程笔写的 这种东西 这是 这是从 柔州传来的这些笔 欧巴巴尔 这种笔 对 这种笔 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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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年前的文字 一千年前文字 传书 我要教在座的这些 是少男少女们的写 那叫历书 那是汉朝的文字 我看书了这些 我看书了这些 超不快一些 我看书了这些 还有字 这是开书的 这是阿泽公一笔写的 不敢的也是写的 还有离开 一个字 一个字也可以成为一部作品 不是要写很多字 一个字也可以成为一部作品 一个字 下面叫罗款 这个字下面小字 罗款是非常非常 对 两个字也可以成为一部作品 一个字 两个字 一个字 但是因为罗款不一样 所以表现方式不一样 三个字 三个字 四个字 五个字 多字也可以 然后 还采谁的 颜色 对 草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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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 还有日本的 文字 这是西藏的文字 这是少数民族 乙族的文字 这是维吾尔族的文字 这是维吾尔族的文字 是维吾尔族的文字 这个维吾尔族 我不认识 我会写 我会动手 我不认识这个文字 然后 到了俄国 我就用十一种文字 跟它说 中国的书法 它有非常非常深厚的音乐的形式 你看这幅字 这幅字 中国宋朝就是八百年前 一个皇帝写出来的字 一个皇帝写出来的字 这个皇帝写的字 这个皇帝写的字 他比较瘦 看起来比较瘦印 就像美女 那个瘦印 不瘦的美女 那么 他们朝里头 这个书 很壮 他写的是行草书 经党书写出来 就像这个舞蹈一样的 他们非常有音乐一般的这种性质 我给大家演奏一段 你看我来 用音乐来 给他们对比他们 我们先对比了一个比较胖的这一种 就是唐朝颜真清的书法 唐朝颜真清的书法 对 这种 这种书法 我用这个贝多芬的音乐 大家听 对 这种书法 那贝多芬呢 就是很粗壮的书法 这种 这个宋慧忠祝是另外一种贝多芬 刚才有没有德国的音乐 第二个我还德国的音乐 它叫春天来了 那把节奏 那把节奏 然后把节奏 然后把节奏 放下来 那把节奏 那把节奏 这种的音乐 就像这样一样 那把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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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样一样 我用一个罗曼尼亚的一个快速的音乐 我用一个罗曼尼亚的一个快速的音乐 这种快速的音乐 这种快速的音乐 假如说我用 我用杀子来使用它 用我们土耳其的甘班学术非常有趣 那么第一种是这样一种风格 这种一种风格 那么第二种风格是状态 还剩个阿尔嘎族话 这种风格 这种风格 橱壮 那么第三种是一种 还剩个阿尔嘎族 我用的中国人谈琵琶的风指法 这种风格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因为我是个中国 我不知道 我对这个不太熟悉 我这种简直 大家如果不表示反对的话 那么我继续简单讲一下 我们来学会写几个中国字 我想让在座的朋友们 开始就是 从最简单的开始 我没有回答我 我在什么上来来 我都在找这个子 你们再一个 找个什么 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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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吗 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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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大概是这个几个 来 好可憐 好的 是的,稍微一瞬間 准备 非常简单 用学会议计 今天就是写在几个字 这个是中国的 这个代表土耳心 友好 就是 我们成为朋友 如果大家要会 这是两千年前的中国字 你们要会写这几个字的话 到中国不得了的 所以在座的朋友们学会中途友好四个字 到中国就会到处的朋友 特别简单 他写的方法来把写说很简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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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字 十个字确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几个比方 一、二、三 一、二、三 他在口里的家 一、二、三 一、二、三 非常简单 很简单 但是为什么他会做成字眼 一、二、三 一、二、三